大家好,我是Data 今集來到太子,就要介紹一間新開的點心專門店 這間餐廳的名字很厲害,叫做點心中師 這間餐廳點心師傅在大酒樓做了很多年 所以對於做點心應該有相當經驗 而且一個點心我很有興趣,就是橙汁卷 橙汁卷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我有很多年沒吃過,我們介紹過很多酒樓 真是很少見到還有橙汁卷賣 現在我們出發去拜會這位一代點心中師 餐廳我們在太子站,依出後出 出來之後我們轉左手邊,我們先向前行 去到隔壁街我們先過馬路,過完馬路繼續向前行 走一會就見到點心中師,路程大概三分鐘左右 點心中師有一件事比較奇怪,可以開十一點半 很少點心專門店開到這麼晚 所以我未來的時候也不太明白 但我走過來餐廳的時候,我就懷疑會否 因為這區比較靜 雖然它也是在太子站附近,但這邊人流會少 點心中師的面積跟很多點心專門店一樣 都不是很大 我數過它的座位,大概有三十多個座位 其實這座位分開左右兩邊 裝好走廊就不會太窄 這一點就比很多點心專門店好很多 就這樣看,它的桌椅就沒有特別 但如果沒有看錯的話,它的桌椅就略為寬少少 雖然就只是闊了少少,但對於擺點心來說 它的幫助都不太篩 點心中師的裝飾都算是比較豐富 不過就好像不算是很統一 左手邊就是山水畫,右手邊就有精銅的設計 另外其實它上面的燈,我覺得是挺形仔的 不過這些燈就比較潮一點 所以剛才我說它的設計就不算是很統一 無論如何,起碼環境就沒有這麼單調 至於餐廳供應員就可能人手比較少 所以它們就比較忙一點 服務態度都可以 現在我們就看看它的點心價錢 點心紙就有一張 全部點心就分好類 精類就有11樣東西 最便宜就是15元,潮州粉果 最貴就是這個,瑤柱花菇湯餃,36元 有些點心就可以選擇兩件 來看看燒賣那些 腸粉有4類,價錢是25或28元 尖炸類點心最便宜是16元 不過要留意就是它份量只有2隻 包點裡價錢都是比較便宜 但很多包點都是只有2件 時菜有2款,每款16元 蒸飯有3款,每款30元 最後,甜品有3樣東西 我最想試的橙汁卷就在這裡 14元2件,其實它還有些不像套餐 就是一款湯再加一個蒸飯,價錢就48元 另外亦都可以選一款湯再加一個客飯,價錢就64元 茶位就5元左右 那就可以選擇普利,壽味,鐵管音,香片 我當然選擇香片 香片除了顏色有些不同之外 那個茶味很淡 又不香又沒有茶味 這個茶真的不太多 6個點心就上齊了 這間餐廳點心上載速度就會慢一點 雖然我就叫6個點心 但很多點心都只是叫了2粒 所以其實份量不是很多 我們就先看這個中絲蝦餃 價錢就18元,即每粒就9元 蝦餃看起來的樣子就算是比較大一點 蝦餃造型挺不錯的 挺折騰,挺漂亮的 蝦餃料就很多下的 另外皮就比較薄些,而且都挺穩陣的 所以這個蝦餃是沒什麼汁的 另外蝦餃不是很彈牙,還有調味就比較淡些 所以加上這個蝦餃的價錢不是很便宜 所以這個質素我就覺得不是很收貨 這道菜是陶珠鵪鶉蛋燒賣 18元就兩件 最特別是下面放了一面 其實整個點心的造型就漂亮很多 這個陶珠鵪鶉蛋燒賣 我覺得就有意思很多 最上一層就是鵪鶉蛋 中間就有一隻合桃 下面就是燒賣 鵪鶉蛋雖然份量比較少 但是這個比例都比整隻放下去 整隻放下去的話,鵪鶉蛋就太大隻了 還有就可能沒那麼健康 合桃它會偏軟一點 另外它下面的燒賣我覺得也挺好吃的 下面的麵條其實就沒什麼味道 有部份就吸收燒賣的味道 作為點絕都可以 所以這個點心真的下了不少功夫 這個就是黑松露鐵觀音上素粉果 18元兩件 這個造型的粉果就相當不錯 這個皮都幾透明一下 所以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料 粉果皮就煙煙韌韌的 上素粉果裡面的料就很豐富 而且很多料都切得很碎 所以就可以混在一起 另外這個粉果 黑松露味道就很明顯 上粉果味道不錯 我覺得都是很有心才點心 但是我就吃不出鐵觀音的味道 這個就是酥炸白花蘿蔔糕 好,22元兩隻 其實我一看到點心我就不是很高興 基本上就是一件蘿蔔糕就切開兩件 這個點心給22元實在真的太貴 這個蘿蔔糕就是在上面再加了一層蝦膠 如果想扮兩件蘿蔔糕的話 切好一點點好不好 根本就黏在一起 其實我對這個點心是有些期望的 大家看到它的份量真的都幾失望 這個蘿蔔糕炸得都幾香口 底面都炸完 吃起來味道是不錯的 另外蘿蔔糕就比較散了少少 不是說很夠實正 至於蝦膠和蘿蔔糕 我猜分開來吃的話 兩樣東西都比較一般 不過它加起來 跟質地的碰撞就有化學作用 這個點心也有心思 但價錢真的比較高 這個就是今次的主角橙汁卷 這個點心真的非常懷舊 而且差不多是絕跡 因為橙汁卷是一些很懷舊的點心 新一代的網友真的可能沒吃過這麼奇怪 因為橙汁卷卷了很多層 所以吃的時候是有層次感的 而且它有少少的橙汁味道 其實這個橙味就不是很濃 不過因為它的質地不錯 所以這個橙汁卷也挺好吃 橙汁卷是14元兩條 即是7元一條 其實現在香港就算你再給多一點錢 都不一定吃得到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這間餐廳 這味道真的必叫 這個就是蜂蜜黑糖糕 價錢是16元 其實看起來是不錯的 好像一頭蜜糖一樣 這個黑糖糕的蜜度比較高 所以不可以壓到很低 吃這個黑糖糕的時候 有一種很黏的感覺 另外黑糖味道就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點心也不錯 現在就見到一張單 茶位是5元位 然後再點了6個點心 不過幾個點心只有兩件 總數是111元 這個價錢來說 難免就算是比較高一點 吃完全餐 又是要做一下總結了 開頭我以為這間餐廳 位置就比較低一點 但去到10元來的時候 整間餐廳都會爆滿了 所以這個環境就會比較吵 至於它的點心 的確有點心是挺有心思的 而且做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不過部分點心價錢就比較高一點 至於環境坐就坐舒服的 不過人多的時候就需要踏海 這一點基本上 所有點心專員店都是這樣的 工作人服務態度都OK 但餐廳人手好像不是很夠 所以見到其他客人的點心 好像都要等一段時間 剛剛位置就不錯 看站過來都是3分鐘左右 如果大家想懷舊一下 吃這個橙汁卷的話 不妨過來試一試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